其實我們政治獻金法 大家都知道是在 大家在申報的時候 都在搞假的 沒錯 美國的這個政治獻金 沒有上限 大家都是這個 你要多少錢就多少錢 這是兩個最大的差異 我們有規定的上限 但它不法 然後現在大家就在 這個規範之下呢 就是做出一個 很漂亮的一個帳 來做這個交代 可是問題是 問題是民眾黨不是耶 民眾黨呢 它是在這個 在這樣子的一個 你們認為不合理的規範之下 然後呢 你卻出現了這麼嚴重的 它不是賬戶瑕疵耶 它是違法的問題耶 它是公然的違法的問題 而且今天呢 是你的政敵要去搞你嗎 不是耶 是你的長期的合作的單位 不管是時樂或是尼奧 他們因為那個公告出來的 公告出來之後 他們說我們沒有收到這個錢 他們報出來的耶 是這樣子才報出來的 並不是說來自於民進黨或什麼的 大家在那邊盯你的東西 哎 民進黨盯 他能夠盯出個什麼東西來啊 他你如果不是 我不是接你的這個業務的這個單位 我怎麼知道 我有沒有收到這個錢 民進黨他能怎麼說 他除非就是有內部的人爆料 他們才會知道嘛 所以說民眾黨在這個時間點上 他本來就是要很誠懇的 很誠實的 面對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而且經過了這幾天 民眾黨的說法 柯文哲的說法 然後端木 會計師 他發出來的聲明 兩邊的話都對不上 那今天呢 檢調呢就是來搜索了 那我相信很快 就會讓大家知道說 他到底是哪一邊在說謊 有沒有這麼離譜的 會計師 就是 你就是砸你自己的招牌 你就是完全就是 在做一個違法的這個事情 然後有沒有這麼瞎的一個 競選總部競選團隊 到今天為止 柯文哲發給 發給黨員的這個信裡面 還在講說 我是第一 我們是因為民眾黨第一次 在總統大選 所以沒有經驗 才犯了這個錯誤 開什麼玩笑 你因為第一次 這個總統大選 你就可以犯這樣的錯誤嗎 你是沒有選舉經驗嗎 你選過台北市市長 不是一次 還是兩次 黃珊珊 黃珊珊你剛剛那邊講 那個什麼 她也是選過台北市長的人 更何況她還是律師 她在第一時間的時候 當她的 當她們合作的這個公司 時樂 而且還說據說 過去是她的這個好朋友 來去跟她們聯繫說 我沒有收到這個錢的時候 我覺得她們怎麼會是 用那種危機處理的態度 要是我的話 我是嚇死啦 我是柯文哲的話 我早就把這個黃珊珊 這個找來 把這個時樂找來 把會計師找來 把財務找來 就是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 怎麼還會去拖了這麼多天 然後她的查賬的會議 她自己又不出席 她是跟他們匯報 然後到那個時間點上 根據這個民眾黨的說法 這個會計師才說 我是做了帳目調節 開玩笑 這騙誰啊 這幾天光看很多 他們一個對外 民眾黨每次的這個對外說明 我們就是每看一次 就更加的模糊 而且每次的這個說明之後 就又更多其他的可能爆料 或是說就會有各各各方面的 這個單位出來指控 或是指責說 他們遭受到哪樣的一個冤屈 所以我覺得說 就像那天韋漢哥自己講說 民眾黨現在的問題就是 他在這個事情上 就是事不亦沒有 你很多感覺讓人家感覺 就是公私不分 帳戶不清 然後等等的 那也會讓人家覺得說 當時當初民眾黨的一個創立 跟他所受到這麼多小草的 就是我們那個新政治 我們要透明公正公開 但是感覺這一連串的一個事情 讓大家覺得說 好像跟我們當初想像的開始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 不管是剛剛所提到這麼多 剛剛吳委員也提到很多這些 對 你可能對於整個大體制 認為是應該改得更加完善 更好的 我想這個部分 大家也都不會覺得說不應該 那只是說針對民眾黨自己內部 在這個內部控管 內部考核上 就出現這麼多的問題 不管是你真的是這個贓戶 全部委託給這個會計師也好 那但是一樣 人家送出去 我覺得民眾黨的這些財務部門 都不用自己再做一次的double check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像剛剛吳委員提到的 你明明知道 柯文哲被這麼多人眾目睽睽在盯著 你還可以這麼大剌剌的 沒關係 直接enter送出 不管了 那當然我覺得後面的這些檢討 就越來越多 我想第一個 我想大家一開始沒辦法 這個有兩間公司說我有九百多萬沒有收到 結果你們自己第一次開界會說 沒有 我們漏爆了一千八百萬 我覺得這個光第一個落 他覺得不是九百萬嗎 現在好 但可能民眾黨覺得說 我們誠實 我們告訴大家 確實有這個漏爆 漏爆是一千八 但接下來就覺得說 那你整個的流程體制 就出現很多的問題嗎 你的積核也有問題嗎 你的暴漲也有問題嗎 那很多很多疑義 就會一直一直衍生出來 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覺得現在民眾黨 當然除了不管是黃珊珊 或是說幾個人 已經自行處分等等之類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回到民眾黨的一個價值 那民眾黨未來的一個存續 那包含我覺得柯文哲主席 未來還有面對更多的案子的時候 到底是要保柯還是保黨 在2014年那一次的台北市長選舉 大家對於柯文哲 過去很多仗也有問題 他們怎麼做 那個時候蔡壁如 他是把所有單據都貼出來 你們要看一個一個出來看 那大家很疑惑 你過去有這樣的經驗 為什麼這次做不到 這次除了做不到之外 這個記者會也好 後續更多的民眾黨的黨公職出來講 結果都沒有講到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只知道就是說 柯文哲主席說世人不清 但還是沒有講到 到底是什麼問題 甚至連世人不清 到底是誰 是誰要負責任 到底是誰世人不清 其實也都沒有說明 那現在民眾黨都說 他們要除了告來告去之外 還要再請第三方的會計單位 其實我覺得不用講到這麼複雜 我覺得第一個問題是說 這個木可公司 從柯文哲正正現金有匯出了一千三百多萬給這個木可公司 當時候的民眾黨說這個叫做授權稅用 結果大家嘩然說這跟常理 這個不合常理 你怎麼會要 這個柯文哲的人頭 你還要再去付錢給另外一個公司呢 後來民眾黨改口說 這個其實是很多競選小物啦 很多競選小物加在一起 其實這件事情真的也不用什麼第三方再去查賬 我跟你講你如果是一千三百萬不合常理的授權費用 木可公司你就拿發票出來就好 你發票一定有存底 你公司法一定規定你發票一定有存底 你就拿一千三百萬的單據出來 如果是後來改口的貨款 無論你是要做面紙 你要做這個筆文宣各式各樣的 你也拿發票出來 你就湊一湊好幾張單據 就說總共一千三百萬 甚至零頭大家都不會跟你計較 那如果你發票找不出來 你總會有貨款 貨單吧 對不對 你貨單拿出來說 哇我這個筆做了一千支 對不對 我們大家這個都不是第一天 大家也不是第一天開公司 也不是第一天做競選活動 你就算單據遺失 你還有很多資料 你貨單 你當時一定有人來點嘛 木可公司今天交貨的面子幾箱 這些事情其實都很簡單 就可以澄清的 對不對 那可是這件事情 從柯文的聲音兩天 這也難怪這個 剛才大家有做比較 可是這件事情如果剪掉 再不去查就太奇怪了 weer十分之一 可見 adding